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很好吃耶 當時你是不是覺得看起來很噁心 超噁心 很像糖好不好 欸你很煩 那個人家在吃東西 你這樣子 像路邊的一口糖 欸你好煩喔 我又要吃下去了 新的可能性 這是我們做的 -食物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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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 évita 今天呢不是講日本的 要講韓國的 大家有聽過 -降梟這個詞嗎 在日文 韓文的英語叫做 在日本真的是很有名的美食 雖然很有名 可是有很多日本人都沒有吃過這道菜 那這道菜呢 是韓國的醬油的醃製海鮮的料理 非常合日本人的胃口 可能有在追韓的人 都有聽過醬蟹 可是平常沒有什麼在看韓劇的人 或甚至像佩倫 他也很愛看韓劇 可是他也都不知道醬蟹這個料理對不對 就是 他也是 我剛剛講他才知道 那我會知道的原因呢 我是看到有日本人挑戰親手做這個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過程就覺得 天哪 怎麼看起來這麼好吃啊 我整個看了就是口水直流 一直超想吃 然後韓劇這個韓文的由來 它是叫做 盜飯賊的意思 意思是說他好吃到呢 你會想說 爬超多飯 就可以無止境的吃飯 然後呢 我偶然看到 欸 台灣竟然有醬蟹的專賣店 而且目前在台灣 是唯一這家 台中的這家 有在賣醬蟹 然後我已經有先看評價做功課 很多台灣人說 欸 覺得很新鮮 覺得很好吃 我看到有不少人說 他覺得不太合他的胃口 就吃不太習慣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 我想要以我的角度 跟佩倫的角度 就是第一次吃韓國醬蟹的感想 哇 我在等佩倫停車的時候 就先點了 結果都來了 因為他除了他的招牌的醬蟹 醬蝦之外 還有火鍋類的 可是呢 我今天就是完全沒有要給火鍋的意思 我是滿新期待的 就是專門 專心要吃這個醬蟹 醬蝦 那先介紹一下這個餐 這個就是他招牌的原味醬蟹 對 醬蝦 鴨蟹的 這邊是什麼 這是冷的嗎 對 冷的 你以為是熱的是不是 我以為是冷的 你是不是不喜歡吃冷池 對 你是不是很失望 這個是像酌酌蟹一樣 可能像台灣的那種感覺吧 但是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不會是第一次吃嗎 韓國吃也是這個大小嗎 我本來想像以為會更大 還是這個就是胡同的賽事 大家有吃過的 到底的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醬蝦 然後再來啊 我就是把他的分類都全部給你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這個是醬蟹辣 你不覺得 你看這兩個 完全看不出來是同一道菜欸 配克斯白 沒有 他也是冷的 我們有那個打熱湯 打熱湯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那我真的很想要吃 你看我現在整個很怕分 那個日本人的那個DNA 整個就是在操作我們這個超心腿 可以就是日本人就是很愛吃生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很興奮 因為這樣可以吃到生蝦 生蟹 然後這個啊 它是辣的 可是看起來好像有點太辣 我有點害怕我們會不會不敢吃 你不覺得嗎 這兩個 看得算是同一道菜嗎 就是一個是有了一個沒辣 我覺得有那個太辣就不是種的 對 對 我覺得 對 這個也是 我跟那個配人就是在吃東西 就發現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習慣 然後也很喜歡吃冷食生食 但是 他也喜歡吃那種熱湯湯的東西 可是 你看那個韓國都說它是倒飯賊了 雖然它是冷的 搞不好你一吃一口 就覺得很好吃飯就停不下來了 它飯是熱湯湯的 然後有附那個排排 然後這邊還有附這個韓國的這個芝麻油 然後還有這個湯啊 湯他說這個是韓國海鮮泡菜湯 然後裡面他說是生的料 而且也是螃蟹 螃蟹螃蟹 所以他說要煮熟了才可以吃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小菜這樣子 欸 我實在是就是沒有吃過 我去韓國兩次了 可是我在韓國也都沒有吃過醬蟹 加上下期待 那我就趕快來吃囉 いただきます 那個飯 我覺得這個飯沒有利益分明 我不喜歡 嗯 老實說對 我目測我也是覺得 對 不是我喜歡的飯 不過沒關係 然後我發現呢 它這邊的 你看湯匙 它有個韓文的這個包起來 可是它的筷子啊 是一般台灣的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台灣人會用不習慣 因為我去韓國都是那個扁扁的筷子嘛 我一開始用也覺得不太習慣 所以這邊的筷子是一般台灣的筷子 好 我要來吃囉 好期待喔 我還心期待 一口 一口 嗯 嗯 喔 喔 喔 那是什麼 我就這麼想像的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 就是 因為啊 那個 生蟹這個東西 對日本人來說是不陌生的 然後啊 我本來的想像是 應該是像 日本料理的生蟹那樣 然後 口味是韓國的調味 比較重口味 我以為口感吃起來的感覺 會是像日本那樣 但是我覺得跟日本那個又很不一樣 因為我想像這樣不一樣 但是好吃 嗯 因為這是我的第一家嗎 所以我應該如果有機會 的話 我會想要多吃幾家比較看看 那我 我再吃蝦看看好了 不過這生的東西啊 真的 就吃起來的口感 就都會是很Q彈的那種 日文會叫 很Q彈 就是 斷腰斷腰的感覺 好 那我來吃 三蝦 嗯 好好吃 我覺得天人應該會比較喜歡吃這個耶 嗯 好好吃 已經想吃飯了 好像辣的 我也吃一口看看好了 這看起來超辣的耶 欸 我真的意外的 我好像會覺得辣的更好吃耶 因為我本來以為會很辣 可是它的這個醬啊 它有點甜甜的 就是沒有看起來外觀的這麼大 我當初會知道這一道韓國料理 是看日本人做韓國料理 就看這樣可以這樣 它做的過程啊 就是會有什麼醬油啊 然後我看到還有用到那個梅子酒 對 我覺得好特別 我居然會用梅子酒 然後它用醃漬嘛 它一般會醃漬個兩三天 我看著那個日本人的時候 他覺得醃漬兩天最好吃 然後啊那個醃漬的過程 很繁瑣是 你這樣醃漬嘛 因為它是生的東西 很容易講戲劇 所以 你每一天 都要把它從冰箱給拿出來 然後整個液體要倒出來 再用火具 給它就是 殺菌你知道嗎 整個這個液體要再 每一天都要這樣殺菌 然後殺完菌之後 再倒回去 然後再繼續換冰箱 就每一天都要這樣重複這個造作 所以它的製作是蠻繁雜的 對 我想趕快看那個佩倫斯 換你吃 我拍 好 好 換佩倫斯 期待你的反應如何 要先吃哪一道 欸 看你啊 那不然你要不要先吃原味的這個 欸 我不敢吃原味欸 啊 你不敢吃原味 對 看起來好深喔 喔 如何 啊 你的臉 完了完了 我要被炮轟了 我要被揍了嗎 怎麼了 怎麼了 他開始默默不語的開始吃西飯來 這什麼意思 拜訟 我覺得很重點味 不是很重點味紅 因為我就是有看到台灣人說 誒 他可能吃不太習慣 但是又有些人說 誒 他覺得超級好吃 然後還特地飛去韓國吃 然後現在疫情 沒辦法去 他就都來這家吃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 我以為生的它的肉會Q彈 對對 其實我一開始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 誒 吃起來的口感好像是 只是可能就這樣 我也不知道 因為沒吃過韓國的這一種 我覺得蝦你會比較喜歡吃 你吃吃看蝦 蝦就很Q彈的那種感覺 他在摸殼的同時補充一下 這個醬蟹小知識 因為一般外面店家的 聽說就是醃漬個兩三天嘛 但聽說正宗韓國的 有一些會特別去讓它做發酵的動作 還醃漬個幾年喔 但你撥開來的時候 它的顏色都是黑的 因為它就是吸滿的汁 那發酵起來的味道好像就是 是發霉嗎 不是 不是 就是我看科無人家的網路知識說的 就說發酵的會更美味 我也不知道 可是會不會一般店家 通常都是醃漬兩三天 這個的口感我比較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那個味道還是有點辣 可是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辣的更好吃欸 吃吃看 還是太軟了 口感嗎 好像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那個咧 調味的味道 你比較喜歡這個辣的還是原味 會紅 我也覺得好像是辣的 這個有軟飯的味道很喜歡 你今天吃軟飯喔 吃軟飯 好 來趕快 趕快這個來介紹 要加這個嗎 對阿對阿 阿對阿 那你可以直接 你要不要原味先吃一口看看 然後再包海海 要不要 再拒絕了 好 欸你會倒太多 不小心倒太多出來 就是包飯 然後包幾塊肉啊 或者是蟹膏 阿你蟹膏吃啊 喔 喔 你要留給我吃 你要留給我吃 不可以全部吃掉 我其實是可以全部都給你 沒有 可是我想看你的反應 喔 喔 喔喔喔 掉了掉了 如何如何 怎麼樣 嗯 你要加芝麻油 喔 芝麻油 真的喔 就好吃了是不是 那芝麻油會把它味道也乾 那這樣是 好嘛 就是變得更香是嗎 對 所以加起來 加芝麻油你會覺得是好吃的嗎 對 連飯都會變好吃 喔 連飯都會變好吃 真的假的呢 那趕快讓我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很好吃耶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看起來很噁心 超噁心 很像糖啊 欸 你很煩耶 人家在吃東西你這樣子 像路邊的一口 欸 你好煩喔 我又吃下去了 嗯 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有嗎 出去 欸 我覺得芝麻油好厲害喔 等一下 真的 我覺得芝麻油真的好厲害喔 我完全覺得好像 怎麼在吃不同料理的感覺 是嗎 對 對 對 我覺得怎麼 噢 差那麼多 好像不同料理一樣耶 喔 好喝耶 怎麼講 我覺得芝麻油有一種 好像韓國海苔的味道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那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先專心吃吧 專心吃 我們發現新天地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不要很無言的再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快被你笑死了有點 然後笑死了 哈哈哈哈 你很無奈你在幹嘛吃 這麼貴啊 就把它吃完了 哈哈哈哈 欸 我覺得我越吃越有心得 越吃越好吃耶 我知道為什麼我剛剛第一次吃的時候 覺得 跟日本的印象不一樣 我覺得是 因為是不同品種的螃蟹的關係 但是因為它是真的很新鮮的 這其實對我沒有腥味 就是我現在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上癮耶 真的會上癮耶 而且我發現我剛剛很厲害的是 我剛剛不是說這個 芝麻油 我剛剛不是形容說 我覺得有韓國海苔的味道嗎 結果我剛剛看韓國海苔 它的原味道真的有芝麻油耶 哇 好厲害喔 我吃錯它是什麼油了耶 所以你喜歡吃喔 對啊 天啊 什麼天啊 我覺得我已經不能再吃了 真的嗎 可是它還有很多耶 你再吃一個啊 真的嗎 我 我不想跟人家講 哈哈哈哈 什麼你好像在受罪一樣 太好笑了吧 我覺得那個 就是帶你吃你喜歡的食物 可以做成一系列 我覺得它好開心喔 你的螃蟹煮好了喔 這不可能就螃蟹啦 哈哈哈哈哈哈 這煮熟比較好吃嗎 我吃不習慣吃生的啊 哦 那煮熟吃起來是怎麼樣嗎 就比較熟悉的味道 哦 哦 看起來表情比剛剛幸福多的耶 哈哈哈哈哈哈 超怪啊 耶 吃完了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那我的結論呢 就是我覺得吃醬蟹 芝麻油好重要 然後最好吃的搭配吃法就是 一口飯 然後配韓國海苔 然後一口醬汁 就這樣 還有淋芝麻油 然後這樣一起吃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那你覺得呢 已經累了一整天 我以為你要帶我來吃熱 嗯 結果 整個全部都是生的 好啦對不起對不起 等一下帶你去吃你喜歡的 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配滿吃 各種美食的 的影片的話 歡迎看我們上一集的 帶他去日本吃日本河豚的影片喔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這一系列 就是帶你去吃各種 各種 生食 沒事 但上次河豚是 不完全是生的啊 也有炸的啊對不對 但你吃 你沒有吃過的 是不是有 開拓新世界的感覺 你願意繼續 就去下一家 跟我們一起吃江蟹嗎 因為今天還有很多很好吃的 所以你不要就對了 好啦這個改天再說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有吃過江蟹的朋友 歡迎告訴我你的感覺 或者是如果你原本不認識江蟹 然後看到我們的影片 應該吃了之後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也是我的感想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再見 拜拜